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传媒报道 北京女商人刘凤舟是与孙政才关系最长久的情妇 一路追随孙政才 生意越做越大 燃指重庆多个巨额市政工程 孙政才一度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 刘凤舟曾拿孙政才的八字找道士算命 认定其不但是封将大力的命 还有望更上一层楼 于是请了一套龙袍送给孙政才 继去年披露孙政才的情妇黄苏芝 利用孙的影响力 在重庆操纵跨境支付清算公司易赞浦 并涉嫌借一带一路战略敛后 经常披露反腐内幕的内地财新周刊最新一期 以女商人刘凤舟重庆臣服录做封面 首度披露神秘女商人刘凤舟与孙政才的情缘关系 刘凤舟与去年五月起失联 即孙政才落马前两个月 中纪委在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 指控孙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利用职权和影响 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 严重违反生活纪律 腐化堕落 搞权色交易 海外网站也传出孙政才拥有多名情妇 据财新报道 孙政才有多名特定关系人 曾一手打造内地知名饮品牵手果蔬汁的刘凤舟 是与孙政才认识最早 关系最长久的情妇 54岁的刘凤舟与孙政才同年 早在1998年孙政才担任北京顺义区区长时就相识 随着孙政才仕途升迁 刘凤舟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从北京 吉林 重庆一路追随 组建起商业王国 孙政才2012年主政重庆后 刘凤舟燃指当地多个重大通讯市政工程项目 其中由重庆市京信伟牵头的面向小微企业 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共建云端智能城市的荣信通项目 刘凤舟名下企业为主云印平台 星岛日报还报道 总投资46亿人民币的红颜村桥税公共私营合作项目 是重庆首个引入社会资本的再建桥税项目 刘凤舟名下企业与中建八局中建六局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总投资211亿元的重庆轨道九号线PPP项目 是重庆最大的公共私营合作项目 在刘凤舟的插手下 原本央企中交建的中标被废 十八大晋身政治局的孙政才 一度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 报道称 刘凤舟信佛拜佛 身上常挂佛珠 每年六七月要到西藏拜佛 春节会去五台山拜佛 他曾经拿孙政才的身辰八字 找道士算命 算命的人告诉他 该身辰八字的主人是封疆大吏的命 仕途或许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刘凤舟信以为真 专门请了一套龙袍送给孙政才 去年十月 中纪委向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 严斥周永康孙政才 令计划等人政治野心膨胀 搞阴谋活动 中共中央果断处置 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